我们看到姚仁喜灿烂的笑容 事实上呢 她希望告诉我 乌镇的故事的时候 有一天特别约了我 然后拿了一个 包很漂亮的盒子 她说我要告诉你 一个疯子的故事 她讲的疯子 就是我们现在要介绍的 陈向红 她说她总共疯了两次 第一次呢 就是请所有的乡民们 离开老房子 我给你换新房子 整个乡的人呢 就说我们镇里头 来了一个疯子 她发疯了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我们那么破坏的房子 给我们换新房子 好高兴跑去了 可是等她的房子 整修完毕以后 这房子没有人啊 于是还跑去那些 新房子的人说 你回来 我们公家给你场地 但是我要考试啊 你一个房间里头 不能够摆超过 三到四个桌子 而且你的菜 价格各方面 都不能够乱定 那我要考试 那收入归你 他们就说 这个人又发疯了第二次 乌镇的传奇 就是经过这个疯子 创造出来的 1999年 一把火 把他带回了家乡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头 他跟居民的沟通 也不完全是都顺畅的 有些人不甘愿搬 就像我们台湾 所熟悉的抗争 这更厉害 就直接倒粪 在他的办公室前面 让我们为你介绍 这个疯子 陈向虹改变了物诊 千里阴提绿印红 山春水锅 酒其风 江南 真是美得如诗如画 大清早的阴烟云雾 包覆着水箱的古意盎然 乌镇 静密得格外清凉 小桥楼台一弯倒影 随着水波晃动 等到阳光乍现才发觉 镇口随阳地开凿的 金航大运河 早就熄来攘往 忙得不可开交 千年乌镇几番浮尘 在上个世纪末 古镇破败得不堪收拾 而兴起的关键 竟然是这座烧焦的木门 我为什么到乌镇 你看这个焦门吗 就99年 这里发生一场大火 对面的房子都是烧掉的 都是我后家 这前面还有一个亭 就一个老太太 就是在烧饭的时候 她以前都柴火的 我以前来 就烧了以后就跑出去了 结果就烧掉了 这个门就是 我一点都没修 这个门就是这场大火烧焦的 13年了这个门 我是作为政府派出来 处理这个事情 安抚所有的 无家可归的人 然后就留在了这个地方 然后就做理由 满眼翠绿 爬枪骨遮住了当年火焦的 陈向宏从小就在乌镇老街上打滚 亲眼看着小镇破败年轻人外移 99年 他成了乌镇管委会的主任 当时上级只给他15万和一辆车 要他负责保护开发 镇上是一片老房子 一片破房子和几间发财翻修的新房子 非常不搭调 陈向宏在镇口盖了安居房 交换老街的房子 愿一搬走着 他半买半送 收回大部分的产权后 陈向宏大刀阔斧 把整个乌镇翻过来 其实乌镇破败的很严重 可以这么说 如果我们不狠心 不下大决心 就改变不了什么 我老说 其实好多人对乌镇的古增 保护于存在着误解 说什么新建的什么的 我说河道是远来的 街道是远来的 我拆掉的都是工厂 新房子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七十年代我都舍不得在 当年一件事物是 所拥有的没多少的事 没法和房子卡 当时有居民说 房子卖给你 屋里的过蚌瓢 木头窗花 旧床破瓦片 你也收了吧 别看是破烂 开价还特高 陈向他全部买下来 他到英国到德国 参观当地的保护计划 紧抓着修旧如旧的原则 外形不动 只在屋子里翻修更新 而当年买回来的破家具 反而成了乌镇 古色古香的见证 我就跑了两个国家 德国和英国 在英国我待了半个月 就研究各种状态的民俗 包括德国 我到那个罗切斯堡 罗腾堡我们也就 去研究 所以我觉得他们很多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 他们以为 所有的历史建筑 都可以为惊人所用 利用是最大的保护 你看他们中世纪的教堂 还可以继续用 1999年 乌镇的观光客才3万人 门票收入18万 两年后 东乍开镇迎客 赶上了中国旅游热 2001年 竟然来了67万人 成长22倍 谁让瞬间像永远 谁让未来像从前 任年华似水 轻描淡写 匆匆一撇 凡事未必皆匆匆 2002年电视剧 《四水年华》的央视播出 水乡古朴颠倒众生 每个人都想到乌镇 扮黄磊当刘若英 把小镇的旅游推向高峰 陈向宏打铁趁热 要把西炸 改造成旅游小镇 可是开发东炸的钱 你还没还清呢 市政府不愿意再投钱 陈向宏只好求爷爷告奶奶 四处找银行调头寸 你别看我们是一个 政府名义的开发 但是政府没有拨钱 就靠我们自主 这个二七的 就西炸的投入 对我来说 当初对我来说 像一场噩梦 因为谁也没料到 会投入这么多 这个工程前后做了四年 不断地投资方法 那未来的 还是一个很渺茫 所以当时我几乎 有一半多的时间 就在跑银行 就收付各家银行 给我贷款 所以每个月 口袋里藏一个袋子 所以哪几币要倒气了 就是说 每个月就不同地翻 陈向宏认为 乌镇的开发 比周庄西唐晚了好几年 复制别人的商业模式 没有成功机会 只有跑在前面冒点风险 才有丰厚的成长空间 同一个时间 他开始做梦 梦想着把文化灵魂 注入乌镇的骨子里 想法是在哪里开始的 就赖老师的 按联桃花园 在上海也 就往外请我去看 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我从来没觉得说 有这么多的年轻人 而且这么多的 很多都是城市白脸 这么疯狂地追捧一部戏 一处暗恋桃花园 把陈向宏 黄磊 赖声川 串成了另一处戏 为一千三百年历史的乌镇水箱 融入现代的文化底蕴 和无限商机 我看到的 你看到的 我是赖声川 在乌镇 我们一起看 SPD 黄磊